新闻新闻 这支神秘的队伍 它不仅具有科学研究的功能 这是表面的 私底下是不是有间谍的任务 是不是有协助 飞弹提高命中率的功能 我们等一下 要带你来揭秘 这一组神秘的团队 另一方面 要带你来看今天的起案追击令 台湾警匪追逐战的第一起 可能很多人都说 是不是那个穿虾 穿山龙张习敏 不是 其实第一起 国家想起来蛮难过的 是国家训练出来的 军中神射手 他后来走上了不归路 连续杀了四个人 面对这样强大的 国家级的对手 警方该如何将他压制到岸 等一下 我们也要告诉您精彩的内容 先来介绍今天允论来宾 首先介绍的是 资深媒体员王瑞德先生 惠敏好 大家好 黄畅夏先生 惠敏好 大家好 康仁军先生 大家好 还有这个军事作家 游生薰先生 大家好 以及资深的军事评论者 张有化大哥 惠敏好 大家好 好 欣赏一开始 我们带您来看看 这个 这一组神秘的团队 台湾不能说出来的 水面下的散力 究竟是什么 VCR 高挂五星期的大陆海测船探宝号 停留在高雄南方 巴蜀海底的海域 船尾还拖着六公里长的 海底探测电缆线 前后各有一艘工作船 进行警戒 大陆探测船入侵台湾海域 进行海底地质和水文探测 台湖里会海巡处船进驱离 海巡人员一度带着武器登船临检 不过施舍敏感而作罢 台东海巡队通报恒生方面 注意一艘中国大陆的海测船 10月10号 正当大家在欢度国庆 就在晚间7点左右 一艘有红星标志的大陆级 向阳红14号海测船 突然出现在蓝宇的开源港附近 战绍的士兵看到后 赶紧通报台东岸巡队 海军也立刻出动军舰 由高雄赶往蓝宇外海监控 由于当时海面的风力强劲 海向很差 军舰和海巡舰艇 只能远远地距离 这艘中国大陆的海测船 一直到11号的凌晨 滞留了13个小时 这艘海测船才离开台湾海域 根据军航人士透露 向阳红14号和前苏联的勇士号 都是世界知名的海洋科学调查船 具有电子战及反作战的能力 也可以改装成海上移动式的飞弹基地 在台湾的国庆日 中国大陆的研究调查船入侵我方海域 时间和地点都极为敏感 这艘向阳红14号 是否在台湾近海从事谍报工作 相关单位正在调查 好 我们要先来看看海岩5号 海岩5号一般认识就是科学船 科学的功能 但是它这个触礁沉没 却引发了很多的阴谋论 两年半以前在2014年的10月10号 双十节国庆日那一天 那么海岩5号在澎湖 龙门外海触礁沉没 海岩5号一触礁 等于失去动力的新消息 传回台湾以后 第一件事情是参谋总长 入驻了恒山指挥所 不对吧 层级太高吧 很奇怪 这个一艘这样的海岩5号 是国客会所属的一个研究船 不是应该赶快收救就好了 国收中心 然后相关的空情总队 军方 大家一起收救 怎么是参谋总长 这个进入了恒山指挥所 海空军进入了紧急的状况 所以显然海岩5号 它的身份与众不同 那么它当天是怎么回事 其实它这个等于说 只执行了两年多 它的造价高达14.6亿 快要15亿 那么为什么海岩5号这么重要 原来它除了这个所谓的 科学研究之外 它肩负了一个非常重大的使命 是什么 飞弹 为什么飞弹呢 我们这个屏东的 相关的这个台东的 这个所谓的屏东台东交界的 九棚基地 它不是发射飞弹吗 那事实上在外面的两个岛 一个是绿岛 一个是蓝宇 上面跟九棚形成一个 三角形的一个监测设备 可问题是它有个缺点 如果飞弹我们要 设计那五百公里 一千公里要飞出去 那去哪里追啊 在台湾你没办法追嘛 那你以前 你以前有一种设计是 让它在这附近这样绕 总不是办法吧 对不对 你刚才设计就是 我飞出去以后 到了太平洋的什么地方 我可以追踪 我们没有这个东西 那怎么办 海岩五号就扮演这样的一个角色 它自己本身就有这样的一个 等于说能力 那过去呢 海岩一号二号三号都是小船 因为你遇到七级海浪 对不起你都没有出海 因为小嘛 它可以耐八级都没有问题 然后呢 它还可以执行所谓的 新准专案 飞弹摇册的任务 其实很简单 就是在比较远的地方呢 飞弹整个过程 它可以把它整个 包括相关的数据参数 还有它经过全部都算得清清楚楚 全部累积就对了 它有这么重要的一个等于任务 那么它自己船呢 这艘船价值15亿 国防部相关给它上面的机密的东西 可能都超过一倍以上了 你知道吗 所以它非常重要 但是我们不承认 我们国家一律不承认 我说它只是一个科学的研究船 所以这都是你的合理研判就对了 合理研判 但是事实上呢 后来在他们国防部给立法委员的 相关的报告书里面有说 曾经把相关的机密的东西装上去过 但执行完毕以后 又拆下来了 这是军方的讲法 但真的假的 没有人知道 就没想到它那一天到了 这个等于说澎湖龙门外海 西海里的地方呢 它传出它失去动力 那失去动力最可怕 为什么 失去动力以后整艘船 它其实有3000多公顿 剩下几架中型 中型蛮大的船 它失去动力以后就飘 就飘 前面有僵石也没办法散啊 没想到 那瑞德你不觉得不合理吗 三部发电机 供应它的航行动力 怎么会失去动力 它会什么会同时失去 那很奇怪 然后警戒来就说 它在五海里外出交 然后就可以 这个是它沉没前最后的影哟 就演真正看它沉下去 最后里面45个人救起的时候 两个人没有生命机下 造成两个人死亡了 那重点来啊 我刚刚说过嘛 如果这上面没有机密的东西 参谋总长干嘛入住恒山指挥所 那么怎么会这么重要的新船 它就这么轻易的失去动力 这么容易的在这个地方触交 所以那时候有很多阴谋论说 是不是被哪些单位 哪些人跟台湾有敌意的人 在它的下面种了什么东西 不知道 但是我相信这么重要的一个机密 我们一定会想办法 把上面的一些重要的参数机密 一定会把它带上来 不会让它沉在台湾海峡里面 声讯就你的了解 在这次出动到参谋总长 眼睁睁的看他一直沉默下去 所有该抢救的东西 是不是都抢救回来了 而当中呢 最严重的一些 大家觉得说 有没有可能被阿公 也很觊觎的东西 我们有没有捍卫住 我们自己的机密 其实当初的很多传说里面 一个说法就是说 中共动用了他们的 所谓的电磁波攻击 导致上面所有的机电设施 同时失效 对 因为三个发电机同时失效 可能性是低的嘛 它是海测船 它本来就是要测量 海底的各种深浅跟礁石 这样子的船去触礁 这实在太好笑了 那有没有去救回来呢 我们先暂且不论 因为国防部从来也没公开过 那我们来讲一讲 所以连你们这种 专研这部分的资深网友 也不知道到底东西 有没有抢救回来 我们已经被很多国家管制 有话大哥点头了 有拿回来 没有外露 没有外露 我们雄山是找到的吗 我到现在都不知道 熊山的事情 你们知道吗 其实这件事情跟熊山 是有点关系的 我随便举三个例子 这艘船有几十项的各种设施 我们随便举三项 第一个是我们每天都会遇到 叫做X-band雷达 X-ported雷达 这个东西我们每天都会遇到 每天测速照相抓你的 那个就是X-ported雷达 就是这个东西啊 对 X-ported雷达 它是一个动态截取的雷达 它可以抓住你的速度方向 然后算你的向量 那它小到可以抓你 超速十公里五公里的汽车 它还可以抓到那种 时速几千公里的飞弹 所以它在抓飞弹导演系统 像刚刚瑞德大哥讲的时候 它很有那个地方 另外呢 在这个海船船上面 有一颗很大的球 那颗球呢 我们的官方对外说法 那是海洋及气象侦测卫星的 接收系统 好 我告诉各位 这是事实 但这不是全部的事实 全天下所有的卫星系统 都可以接收卫星讯号 差别在于说 你里面的那颗解码的IC 能够解码到什么程度的卫星讯号 我们只能接收定位系统 那就是定位卫星 能够接上气象卫星系统 包含它的气象海象那些东西 可是你同时你也可以接收 军用的各种定位卫星 以及各种军事资料的卫星 同样都是由那颗雷达说的 我们刚刚讲嘛 其实那艘船造价才17.9亿 不到18亿 那颗球超过20亿 其他系统不错 那颗球超过21 所以那颗球其实是在接收 飞弹跟飞行的时候的一个 很重要的东西 然后这个第二个资料呢 它的名字有点饶舌 它叫做温盐深浅 以及量测系统 这个东西干什么 它在测量海水的温度 大家知道 海水从水面到水面几十公尺 不是每一层的温度都一样 它不同的深度 有不同的密度温度跟盐度 然后呢跟着海水的洋流的楼向呢 也会有不同的温度跟楼向 那这样子的动作在什么地方 当你潜艇潜在那边的时候 你可能就是楼上楼下而已 距离可能不到20公尺 可是因为你中深有一层很密的水 岩水 这样子你的声纳就打不过去 那个我们称之为变温层 这个变温层打不过去的时候 对潜艇来讲就是一个很重要 因为你测不到我 我就可以测到你 我就可以打你 所以你要知道各个海域的各个盐水温度呢 对所有的潜艇作战都是非常重要的 那基本上海沿5号 它就是整个台湾不知道绕进几百圈的 它把台湾所有的洋流 所有的温浅深度 做了一份非常非常精密的洋流温水及盐沉的设施 这个是我们国家精密资料 但是呢 由于伟大的匪谍跟我们伟大的台间呢 这个资料我们依照惯例也外泄了 外泄了 对 所以不是沉船的时候外泄 是船它放在我们的神秘基地里面 还是会外泄 对 是资料回来之后外泄 然后第三个我们要讲的东西呢 就跟刚刚讲的那个有关系 它那个东西叫做海底3D成像系统 它其实是很多个系统构组在一起 我们之前讲过很多次 一般我们讲雷达波是波状 那我们现在新型的雷达都是雷达波素 对不对 那把这个东西转到海里面去用 以前我们讲声纳 一个声纳打出去 也是一个全面扫射 可是现在呢 海岩武藏它上面装了一个很精密的 叫做声纳波素 是一束的声纳打过去再打回来 那这个东西有什么好处 它可以让你打出去之后 整个刷一轮 你海底里面有什么样的石头 有什么样的大小阴影 它可以立刻呈现出来 它这是广坡素的 多段坡素 另外它还有一个单坡素的 就是说你如果怀疑 这个东西是什么东西 你可以打单坡素去讲 我们有个比较简单 就是说 你就望远镜先扫一轮 然后你发现那个东西很可疑 只有我再用阻急镜 去观测它的深度距离 那这个东西就可以抓出来实际的位置 就可以抓到 那是不是我们怀疑的飞弹 就可以抓到飞弹可能的弱点 是 这是海盐5号 神秘的沉船 创下 你觉得真的是 让电磁波打倒的吗 还是反正就跟熊山一样 搞来搞去 真的是我们物色 海盐5号的 它是中科医院主导 然后有海大 台大 城大 好几所学校 共同打造的 一出来之后 那一年 刚好很奇怪 10月10号 然后我们参谋总长立刻进驻 横山指挥所 15架军舰区之后 而且最重要是 中共立刻插播新闻 它的标题叫做 海盐5号沉默 台军飞弹研发 遇到重挫 你就看到说 这样一个情况 是不是够神秘了 然后大陆对它的一个 就是刚刚讲的 它那颗球 25亿以上 比它的整个造价都贵 但是还好 它的资料呢 大概 其实一直有传送回来 台湾大概都收到 但是它奇特的在哪里说 为什么大家会觉得说 它的有不合理 因为我们同学有参与造语 第一个 它不是三个发动机 它是三套推进系统 所以是 就是比三个发动机更厉害 更厉害 它是独立的 对 所以这个主要坏的 还有备员 备员之后还有 所以它同时三套 不合理嘛 不合理嘛 再过来 它的船呢 跟所有军舰一样 都有隔舱的 所以有隔舱就是 我这边进水了 其他的不会进水 他们都有做隔舱设计 你怎么可能那么快的 就沉没下去 对 所以那个 你说处个礁就是破一个洞 就一个隔舱关满水 不可能 除非是一个大面积的损坏 才会有这样的一种情况 所以它现在是迷 那当然我们知道说 一向牵涉军方的 最后一定讲 就是那个倒霉的船长被起诉 那个船长被起诉 说是他的操作错误 但是后面到底是什么真相 那些打造的人都不相信 这么容易 而且最重要是说 触礁 台湾对于整个 我们台湾对于整个 台湾海峡这附近 所有的海域 所有的东西 搞得最清楚 连美国太平洋实义部 台底真的找得到就对了 对 都说 你们的资料 记得要传给我们 你看我们知道说 从海沿开始 有海沿1号 2号 3号到5号 结果你知道 这个是一个 我们造船所里面 出来的一个路线图 这是什么 我们过去海沿1号 在山寺里面 走的一个路线 密密麻麻的 你看看台湾海峡 巴士海峡 菲律宾外海 一直到南海 其实早就走了 这是它的路线图 这个总共的路线图 叫做168 168万公里 它已经走了 都加起来 绕地球可以绕42圈 所以这些资料 通通都把它找完了 通通走完了以后 而且它不是说 只有那些侦测 它还有一个拖曳雷达 在水面上 一两千公尺 下面的各种水纹 各种的哪边有礁石 哪边的温度是怎么样 都掌握得清清楚楚 而这所有资料 数十年来 我们的海沿几个中心 进来之后 它们所有资料 都送到了一个 一般人不能接近 你连拍照都不能拍照的 在左云金港里面 旁边有一个白色建筑物 两层楼 在两层楼 戒备森严 所有的资讯 大数据都在里面 是 你说一边跑的时候 就传输回来 还是跑完之后 再送进去 过去的时候 从海沿一号是三十几年前开始的 那个时候要回来 把这资料送进去 现在各种无限的传输 越来越多 资料链的链接 技术越来越好 就直接到白色建筑物 可是白色建筑物 还有这些准确的资料 同时我们海军 我们的各种水纹 当然我们掌握了 还有它有一条海底电纜 慢慢从台湾的南部 一直走走走 就走到了关岛那边去了 美军太平洋司令部 我们真的是美国的 小孩就对了 做这么多工要给他们 开门口有任何讯息 都要忠实的回报 对不对 所以就可能要过去 都连到这边 这就是我们海沿的研究 而且我们海沿研究 还解了美军和中共的 一个千古大迷 几十年来 大家都不知道的一个迷 就是你知道说 中共在南海这边 他们开始做潜水艇 有一次去测试的时候 突然走一走 整个潜水艇 失去了福利一样 往下中掉 然后中掉之后 幸好他们降世用命 他们很想讲的 最后把它紧急的 又把它拉起来救回来了 这是刷山什么事情 海里面怎么可能 不是越海水越深 加压力越大吗 对 你怎么会突然之间 往下中掉 有一个吸力 有一个吸力把它吸下去 然后美国呢 在1963年的时候 美国也更惨 当时美国是打全国之力 做了一个全世界 最好的潜水艇 长尾杀号 核子动力的第一代 就他也是在波士顿那边 出海在测试的时候 都走得好好的 回报回报 说我们现在进行到了 多少少深度 到一下子呢 在292公尺 海底292 海面下292公尺的时候 失去信号 然后就不见了 然后后来找到了以后 整个长尾杀号呢 在两千多公尺的海底下找到 也是突然地打下去 而且被扭的 整个那个潜水艇呢 都破碎 很像丢到洗衣机里面去 那罐头 整个罐头被扭的 连那个螺旋桨 那么坚硬的东西 都整个被扭曲 全部成了碎片 天啊 怎么回事 除了什么事 在60几年来都是谜 2007年的时候 还有个大谜 那是NASA太空在上面一看 就像南海那边呢 突然出现了一个 异常条 然后大概1700公里 白色的一个光芒 然后浪状冲过来 他们想说 哇 当年有南海大海啸 然后是不是这边 也有个大海啸了 很紧张 就全世界都没事 后来是我们的海员说 答案在这里 这个叫做海洋内波 全世界不知道答案 台湾解答了 台湾的海岩 然后我们几个研究单位 告诉你说 这个叫做海洋内波 那海洋内波是什么呢 是我们在恒春里面 有个海籍 然后到巴丹海峡这边 差不多100公里呢 落差是160公里 所以这160公里呢 这个海浪在那边冲的时候呢 加上我们那个 整个高平溪出口一口呢 下面呢 是一个整个的冲击塞 然后里面地形是非常的复杂 有五成的水域 只有不一样 所以海浪到这边 比较不咸的 比较咸的 一层一层是不是 一层一层都不一样 所以海浪冲到这边以后呢 整个一冲了之后 因为水纹都不一样 所以海浪波浪了 就开始波涛汹涌 在海底里面 这叫海洋内波 表面上看起来平静无波 下面的浪其实高高低低的起伏 这个叫内波 这个叫内波 然后它造成现象 就是海底悬崖 所以你就行人身心 走一走之后 好像掉到悬汗一样 蹦就掉下去了 因为有时候呢 这个速度快 它压力小 然后这个内波一冲过去的时候 它就整个这样叠下去 所以一叠下去呢 而且这个差距有多少 150公尺 天哪 大概是50层楼高 50层楼高 然后你觉得 而且温度呢 一掉下去之后 温度呢 就差12度C 是 只有一个瞬间的 所以你个潜水体在这边 要靠浮力的 你这边一下子 下面浮力不对 你就蹦下去 那蹦下去呢 每下沿10公尺呢 海水的压力 就增加一大气压 所以它就一直下去之后 所以他们就开开开 没有做一个调整 一下去之后 一扭 整个就从内而内爆掉了 所以他们才知道说 原来这个叫海洋内波 而且这能量有多大呢 去算的时候 在南海这边 从我们的八端海峡 到那个平春海岐 这边横春海岐出去的 它那个整个能量呢 一次是3000万千瓦 什么叫3000万千瓦 它没有是一个概念 对不对 这个概念是什么 我们台电 一整年台湾的发电量 不会吧 四分之三 它的一个浪就这样子 那我可不可以拿来 作为台湾的电力发电 潮溪分 是大家都想的 可是英国和荷兰 到目前为止 还没有做到 真正足以 供大家使用的商业化 如果行的话 让我们大概是 连核商场都可以把它 我们连电力都可以输出来 这是海岩一号 帮全世界解答了 这个在海洋当中 所发生的 不明扭力事件 而当中呢 我们刚刚讲到了 我们的海岩科学船 肩负着各式各样不同的任务 其中也有一艘神秘的船只 哇 做过核弹演习 真来假的 真的 这个叫做海工号 海工号 就看起来像渔船 对 差不多五六百吨 现在必杀渔港那边带着 现在放在基隆的必杀渔港 但是海工号当年到南极去探险的 整个过程当中 它有负责一项重要的任务 现在网路上面传 是不是把又运回来了 把核弹运回来的 通通不对 它运回来了三个东西 这三个东西 刚刚好是中科学需要的 然后我告诉各位 全部都是俄罗斯武器 为什么是俄罗斯武器 因为我们来看 南非上面纳米比亚 还有安格拉 安格拉那个时候它有内战 那它这里都是南非的势力范围 当它是南非势力范围的时候 南非的国防军曾经进军 安格拉跟纳米比亚 这里是纳米比亚 好 它进军的时候 刚刚好 古巴的部队 古巴的部队 在援助安格拉跟纳米比亚 结果南非军队 把古巴军队给击退了以后 在战场上面 它拿到了三个东西 第一个东西是RPG 就是台湾 就是台湾使用的 叫做66火箭弹 就是专门是反装甲的 我们拿到了是RPG 那第二个呢 网路上面讲 这不是我说的 网路上面讲 我们拿到了 拟火箱 反战车飞弹 叫做AT-3 限导式飞弹 你说这一艘 带了这么多重要的东西回来 对 这一个拟火箱 台湾的确带回来了 然后重新拆解 重新拆解完 我们把它仿制成 什么 昆武反战车飞弹 当时中国大陆 它也在仿制 台湾也仿制 但是台湾仿制 比中国大陆多了七年 就是早了七年 它拿回来 我们仿制完了 就是比中国大陆快了七年 还有一项 大家想都想不到的 其实台湾有第一代的 尖射飞弹 只不过这个尖射飞弹 是什么呢 叫做SA-7 叫做环桥式 尖射防空飞弹 是苏联第一代的 尖射防空飞弹 但是 台湾中科院 居然出了一个内奸 这个内奸不是张献毅 好 张献毅 待会我们讲 讲核弹 台湾的内奸 他告诉美国 我们从南非海公号 运回来这三项武器 然后从什么地方登岸 从叫做深澳港 在台湾的东部的一个港口 由中科院把它运走 结果美国说 好RPG 那你留下 空无战车飞弹 你也留下 但是 SA-7 你通通给我交出来 美国那个时候 逼着台湾把中科院 唯一俄罗斯的 尖射防空飞弹 交了出来 交了出来 给美国研究 所以海公号 什么玩意儿 研究结果 总要告诉我们吧 我们的资料都通过 电缆给他们了 但是问题是说 他不支持台湾发展 尖射型防空飞弹 因为为什么 他说万一那你把客机打下来怎么办 万一这个东西到恐怖分子的手上怎么办 所以他不准台湾发展 什么尖射防空飞弹 因为尖射防空飞弹 那是个人的 除了这个以外 大家都忘了 海公号 他曾经四次到了南极 也四次到了南非 我们现在讲来讲去就是一次 事实上错了 是四次 他有四次 每一次到开普敦的时候 就所有人离开 搬了很多奇怪东西 对 那这里呢 我画了一张图 为了查证这个时间 其实台湾的确跟南非以色列 进行过一次核报 那时候谁当总统 那个时候 在1979年是蒋经国的时候 那一天叫做1979年的9月22号 9月22号的深夜 你知道发生一件什么事 就是说美国在波多黎各的天文望 那个天文台的望远镜 它发生了电离城的扰动 然后这个地方 好 这个地方南非是爱德华太子岛 大概距离2600公里 大概是在这个位置 这个地方 各位晓不晓得 这个地方水下监听系统 发现了不平常的波动 然后更奇怪的是 两个月以后 两个月以后 距离差不多有2300公里的 澳洲的博师 他们发觉那个 他们养羊啊 就是澳洲各位知道 跟纽西兰 都是畜牧业的大国 结果他把羊的肚子 你剖开以后居然有放射性物质的反射 所以他就证实了 这里曾经发生过 和在水下试验 水下试验 他说大概将近2000吨到4000吨的核弹 是由什么 以色列研发 把相关的物件 到了南非 那台湾进行技术指导 进行技术指导的时候 由南非试报 所以从人造卫星 从波多尼克的监测站 跟水下监听系统 原来你们这三个国家 都在给我弄核武 那美国就非常非常的火 火大的是什么原因 你居然瞒着我在这边 搞核子试报 你搞核子试报 各位晓不晓得 那个叫做死亡之线 就是南非40度 我们都叫做惊涛骇浪的死亡之线 他大概是在这个地方 所以从那个时候 美国就勘紧了以色列 勘紧了台湾跟勘紧了南非 最后南非两任总统 戴克拉克跟曼德拉 都承认那一次的确进行核报 除了核报的话 他们连作战计划都定了出来 叫做凤凰计划 所以美国发现了 美国发现了 开始掐住我们的喉咙 他就开始掐我们的喉咙 所以各位不要小看海公号 其实海公号的四次都有带东西回来 都是南非免费提供给台湾 但是台湾偏偏都有内奸 都会事先告诉美国 让美国能够掌握台湾的讯息 好我们看到第三 海公号长得不怎么样 但是他确实为台湾在整个核四报 带回了许多的武器 以及实验的数字回来 这是我们的神秘的海公号 刚刚其实包括声勋 包括有话大哥都讲了 台湾什么不多 台奸特别多 这一次还真的是 台奸出卖了我们蛮多的任务 这个是在2012年10月的时候 包含军方跟检方同步证实说 他们逮捕了八个人 那这八个人里面 有一个比较身份特别 他是这个海军的前 大气海洋局的政战处长 叫张芷欣 那为什么逮捕他呢 基本上那时候一开始的讯息 是讲说他们几个人 疑似涉入到共谍案 可是大家会讲说 那你在哪里抓到他了 他说我跟你说 他在他们家里放在那里 但是什么时间抓他 军方一直都不讲你知道 后来大家去研判 就讲说他很有可能 是因为他多次出国的 两次出国的中间被抓的 好那问题就是 首先他服务这个单位 叫做大气海洋局 这个单位其实在2005年的时候 整并其他两个单位之后成立的 那刚刚创夏哥有提到说 在军港旁边有一个 奇怪的这个建筑物呢 某种程度上面 就是这个地方了 那他这个地方资讯 其实他很重要的是什么 你知道 因为我们拿到这个 所谓的水文资讯 我们现在有水文资讯 意思说 在台湾我们不是有自己的 所谓的领海范围吗 那也有我们自己 所谓的经济海域范围 你在海面上行走是一回事 可是你的这个 每一个海面下面的 整个水文的状态 包含你那个海底的环境 包含到洋流的这个潮汐的情况 包含到海洋的这个温度 甚至连海水里面盐分的浓度 都会影响今天潜艇的进出 所以这些资讯 送到了大气海洋局之后呢 他们基本上会在这里进行汇整 汇整完了之后 我们台湾虽然潜舰不太多 有两艘呢做训练用 两艘是可以用的 但是他们会依此而汇制 所谓的潜舰的这个航道图 你想想看 我们在海底都 你一切只能靠声纳 可是每一种东西 回来的声纳回泊 其实都不同 你如果到一个陌生的海域去 几乎是完完全全 没有办法前进 所以这一份资料 对我们来讲 就是我们自己的命脉 但问题是 军方当时调查 怀疑张子欣 他很有可能把 他因为职务关系 所能够接触到的 这些所谓的水文的机密资料 就给了中国大陆 你知道吗 张子欣他恶劣到什么程度 他居然在服役的期间 已经当上军官了 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 而且申请加入共产党之后 他居然收取报酬 你知道 你想说当共产党 一定拿很多钱 你知道吗 你知道他总共拿多少钱 3900块美金 拿不到台票13万 你知道吗 为什么 居然就这样吸收了 其他的军官 为什么 对 就你这样搞不清楚 你说100多万200多万 我想你可能是被钱给引诱 只有3900块美金 带了一大堆的军官 去跟中国大陆那边的人认识 好 那重点就出来了 你知道他的水文资料 事实上他出现了另外一个状态 也就是说我们看到 以台湾来讲 它其实是一个海岛型的环境 那以海岛来讲 最怕的是什么 是最怕你的海路被封锁 我记得就是说 你的这个海上的这个交通被封锁 你如果船 那个海面上 你都看得到了 那个他还没什么意见 但问题是在水面下的东西 好 就传出来 事实上在这里面 他们这个水文资料延期出来 中国大陆其实可以在 拿到我们的这个水文资料之后 他可以动用他的潜艇 在台湾周边设置16个伏击区 16个伏击区大概以北部8个为主 南部有8个 可是惠敏你有没有发现到 这样整个的寒派范围 基本上台湾已经270度被包围住了 这个270度 而且你看到它其实高度集中在 所谓的东部这一块 西部 东部这一块 那你看到西部这一块 因为你接近到中国大陆 所以真的在暂时的时候 这一块也很可能被封锁 代表什么 如果专顾大陆拿到了这一批资料之后 它其实在16个伏击区 每一个伏击区 两艘潜艇就可以了 他只要这个32艘潜艇 基本上就可以把台湾全部给封锁掉 可是居然这个军官 为了这样子短短的3900块美金 就把这个资料拿出去了 结果你知道吗 后来在判的时候 你知道以间谍罪来讲 最多可以判除死刑 后来军方 他们在检方的调查之后 说他虽然很可恶 但是研判他没有把机密资料拿出去 所以最后 到底会不会出去 所以最后只判他15年 我现在强调只判他15年定验 但问题是什么 你想想看 我们现在的潜艇已经少得很可怜了 如果今天中国大陆 完完全全掌握这个水文资料 他只要躲在这个地方 我们的潜艇出去就死 而且这个水文资料重点是什么 你知道刚才已经讲 我们资料是不是同步链接给美国 海军自己传出来 或者其他的国家的报导里面 大家都讲到说 这16个可能对我们产生的伏击区里面 事实上美方有协助我们 找了10个我们的反击地点 也就是说他透过这个水文的方式 去知道他的深度 所以我们连反击点 很有可能都被他泄露出去 那你想想看 所谓的反击点 就是我在战时的时候 如果中国大陆要进到这个点 我如果抢先 能够先到我的反击点去 他就进不来 但问题是这些资料 很有可能全部拿出去 好 其实简单讲 两岸战争的时候 如果我国的潜艇出不了海 就算出海 也必被击毁 严重性就是这么的大 他为了3000多块美金 出卖台湾最重要的资料 而最后被判 15年的有期徒刑 我想要请问现场的来宾 到底他有没有把资料 外泄出去 到底有没有 而我们有没有什么反制之道 有 其实16个是错误的 告诉你24个伏极区 上从云纳国岛下到巴士海峡 这24个伏极区 就是北部8个 东部8个 东南部 就是南部巴士海峡那边 总共8个 全部外泄到中国了吗 应该外泄到中国 所以不只是16个 因为他主要 那像这样的罪行 判15年到底有没有道理 没有道理啊 没有道理 为什么警方说没有外泄 你说有外泄 不是 警方说没有外泄是 原因是这样 他找不到证据 但是我们发现 中国大陆对台湾的伏极区 已经扩大了 扩大到巴士海峡 那显然有人提供他这个资料 这是第一点 那第二点 他的伏极区通常是三艘潜舰 三艘潜舰 所有我们台湾的运捕船只 所有台湾的战舰 所有台湾的潜舰 他都能够猎杀 那猎杀的话 就是台湾选定的战场 跟他选定的战场 各位想想看 战场如果是台湾选定的 是我张有华选定 尤生勋知道吗 尤生勋绝对不知道 但是我张有华选定的战场 尤生勋他也知道 那就很麻烦了 你的战术 你的战略 甚至于你的攻击载具 都要全部改变 那全部改变的状况之下 台湾有没有那么多的时间 跟本钱再去买 更多的军事装备 应该是没有 所以他讲16个伏极区 但是我看到一个资料 他说台海扩大成24个伏极区 这24个伏极区 就是以基隆 高雄 花莲 这三个港口 如果你要通通出海的话 你同时出海的话 我就有办法把你见面 那台湾有没有应对之道吗 台湾的应对之道 现在只有两个 我们台间多 针对台间多也要对策嘛 对 两个 一个强化你的反潜兵力 一个强化你战舰本身的攻击 跟反潜能力 只有这两个了 所以我们现在海底下的战力要加强 也可以对应 所以我们最近不是在演习P3C P3C就是反潜机 但是P3C上面其实配有八枚飞弹 就是直接的反潜飞弹 反潜鱼雷 原因就是说要加强反潜飞弹 其实它这个伏击区 不只是张子鑫 更早的时候 可能都已经有人 泄漏这些水文资料 给了中共 因为水文资料的重要性在于说 它不只是潜水艇在哪边 可以走 怎么去控制 连航空母舰都怕 因为这些伏击机的话 你知道说有一次 不是1996年飞弹围剧的时候吗 美国防空母舰 不是经过我们的台海 突然之间下退 两百里 真的假的 就是一个送级潜舰 中共的送级潜舰 悄悄地跟着跟 然后一伏起来 美国航空母舰说 我竟然没抓到 就是在我们台湾海峡附近 里面的地方 它藏住了 所以它早就知道 有些地方 所以我们其实 勤快很多 还不止张子鑫一个 那这个东西其实 当然有一个动调是说 其实水 下面是千变万化的 所以要不断地看 我们为什么要走了168万公里 因为你要随时更新 所以我们以后的资料 不能再给这些汉奸 海奸 谁知道他脸上也没写勤快两个字 而且他比较麻烦 是因为他是政战处长 因为他自己本身是政战处长 他就是保密军官 所以所有的重要图资的机密 那个文件的核定的等级 是由他这边可以进行控制 所以他每一个文件 他一定都看得到 所以人家阿公可能在偷笑 本来准备三千万 要把你买 结果三千买金你就买我了 对啊 所以实在是就很可恶 而且刚刚讲说它会变动是什么 像美国这么好的航空 那个潜水艇 核子动力潜水艇 第三代已经叫洛杉矶级了 在2005年的时候 还是因为搞不清楚水文资料 水文资料变动了 它就撞了 然后整个船头都被撞毁了 然后是什么状况呢 那2005年的时候 他们在关岛附近走走走 然后那个时间 他们觉得是休息时间 很多人在那边休息 而且是全速前进 时速在海底里面 已经将近快50公里了 那是非常快的 那代表他们是非常放心的 然后他们当然有很多资料 尤其是美国LOMA 全世界连各种声音都搞得很清楚 各种地形 间谍卫星什么都看得很清楚 所以他们照着那个走 就走走走走 砰 一个碰撞 所有人都从那个座位上翻了下来 是 咖啡都翻了 那翻都翻得还咖啡 就吓了一跳 然后吓一跳之后呢 紧急的上前 然后才发现说 整个那个潜水艇的头 都已经这半个头已经不见了 幸好它里面还有内壳 内壳没有被撞坏 不然他们当场就要沉没了 然后后来发现说 原来呢 那整个水门资料呢 会改变的 那下面那里坐高山呢 突然之间呢 因为它过去已经都坐完了 就算了 没想到说海底呢 是有些流动的 那海底的岩浆成长了 迁了 他们过去以为是最安全的地方 就是走一撞 差一点点 你看连一个美国最强大的 洛杉矶级潜水艇 差一点都毁了 所以他们最后只好被拖着 拖着回到关岛 所以你知道洛杉矶呢 碰到这个海底的火山 也是没有办法的 所以这样听起来 虽然台湾呢 这个福地福人居 台间多勤快多 我们只要海底内坡 任这一点工作 所以我们资料 就算阿公还要走 也没有 好 广告做更多讨论 马上回来 谢谢大家